清明节也是儿童节 光复乡长林清水赶在连续假期的前夕 分别是前往了乡内各级学校发送儿童节礼物 小朋友从乡长的手中接到礼物之后 也开心大声的说感谢 也稍稍缓解了最近疫情防疫工作 所带来的紧张氛围 迎接4月4号儿童节 光复乡长林清水充当送礼的圣诞老公公 来到了各校发送儿童节礼物 立刻收到学童们的热情欢迎 不论是唱足语歌谣 还是合影留念 大喊光复乡很棒 光复乡长林清水赶在清明连续假期的前夕 亲自前往向内各小学发送儿童节礼物 庆贺祝福 同时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也再次叮咛学童做好防疫措施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虽然疫情严峻 孕旦期待一年一度的儿童节 各校学生早早就兴奋的在学校穿堂集合 等待乡长轻松的神秘礼物 也开心的大声感谢气氛热落 那在年假里面有一天是属于你的日子 刚刚乡长有讲是哪一天 和同节 对 7月4号和同节 对不对 那校长在这边祝福你们 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延收 各项校园活动也都受到了疫情影响暂停 甚至也因防疫工作而显的紧张 这一次乡长零薪水亲自发送儿童节礼物给每位小朋友 也让小朋友们久违了的笑脸也再度展现 也稍稍减缓了最近疫情所带来的紧张氛围 大家也期盼疫情能够尽快消退 生活能够重新恢复正轨 记者时宇兰光复采访报道